因為離島地區交通不方便 不像台灣本島有火車高鐵 或者是國道客運可以選擇 所以民航局依法會補貼離島居民的機票錢 最多可以享有七折的優惠 不過現在卻傳出了 今年編列的預算不足 因為光是上半年 機票就已經補貼了兩億六千多萬元 如果到了年底的話 補貼金額恐怕會突破五億元 將會再創新高 住在金門的黃先生 因為罹患直腸癌 每隔兩週就要有女兒陪伴 從金門坐飛機到台北接受化療 幸好有離島居民補貼 否則光是機票錢 每個月就要近兩萬塊錢 經濟負擔相當沉重 來回如果是沒補助的話 應該兩個人加起來 應該是六千多 民航局表示離島交通不便 因此包括馬祖 澎湖 蘭嶼及綠島的居民 買機票都可打七折 但今年來涉及離島人數變多了 帶動搭機需求 離島機票補助金額也跟著暴增 例如前年補貼三億五千多萬 去年增為四億七千多萬 但今年光是上半年 就已經補貼了兩億六千多萬 民航局預估今年補貼款恐怕會突破五億元 再創歷史新高 民航局說離島機票補貼是由民航作業基金編列支付 但因為國內線萎縮 國內機場收入減少 連帶時的民航作業基金收入受到影響 不過依照離島建設修正條例規定 機票補貼款不足的部分會抱起行政院追加 因此離島居民不必太過擔心 記者賴屬民 徐吉峰 台北報導